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HKG报视觉时间 今集想和大家探讨的题目是 为何中国经济表现胜对手 却被认为迈向失落的30年 畅谈中国经济成为了近期西方国家的主旋律 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就形容 中国经济是计时炸弹 Tickling Time Bomb 美国财长耶伦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会为全球带来风险 刚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商务部长雷孟多 多次表示中国经济不备 美国企业对中国失去内心 西方传媒自然不甘后人 群起地对中国吹起冷风 其中几十年来 多次预测中国经济走向失准的 经济学人雜誌 在中国疫后经济仍然在复苏的时候 急不及待地指控 中国的经济政策笨拙、独裁、失败 亦有很多经济学家和分析员冲出来表示 中国经济将会进入日本式的失落 三十年的困局 永远都无法超越美国 总之就是要多夸张就说到有多夸张 平情而论 经济周期有起有跌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保持高速上升 包括中国 中国经过疫情重新出发 很多问题有待处理 又要面对楼市泡沫破裂、青年失业率等等的问题 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恢复元气 不过这个是包括美国在内 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为什么偏偏得中国遭到密集式的关注 和显微镜式的观察呢? 中国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长5.5% 荒眼全球绝对一点都不失礼 至于第二季的GDP按年增长6.3% 升幅还创下了两年的新高 但远迅外媒整合市场预期的7.3% 就引来各路人马看淡 纷纷下调中国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去到5%左右 其实早在2023年的两会期间 中国提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5%左右 这是我们国家按照国情定下的合理目标 但就被市场视为保守 然后市场进取这样将中国全年增长预测 定得远远高过中国的预测 现在中国自己的预测准确 表现符合自己的预期 反而分析人士高估了 就说不符市场预期 所以改为暢淡中国 你说是否很搞笑呢? 中国经济的实况和外界所说的差距很大 英国学者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John Ross 就比较了2019年的第二季 至到2023年的第二季度 即是疫情至到疫后时期 中国、美国、欧洲的表现 就发现期内中国的GDP增长19.2% 美国增长7.6% GDP的总量占欧盟85%的欧元区GDP 就只是增长了2.9% 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的2.5倍 是欧元区的6倍有多 John Ross再用同时段内的GDP 连均增长速度 比较G7国家和金砖国家 就发现中国达到4.5% 印度3.4% 巴西1.9% 美国1.8% 日本0.2% 德国和英国就只有0.1% 同样是中国表现大幅领先 数字是懂得说话的 为何中国的经济表现比其他国家好 反而要被人视为不好 为何在全球性经济低迷 金融危机阴霾的笼罩之下 中国被人独立地勾出来分析 然后齐齐看淡呢? 纵观中美经济表现 我们更要反问 谁才是真正的计时炸弹 因为涉及不同的假设 经济预测的水分往往会很大 人的预期是可以被操控的 当市场预期中国经济不好 人就会倾向减少消费和投资 经济危机往往就是这样逐步形成 当市场加注一些过于乐观的经济预期给中国 而当中国达不到的时候 分析员就会一起吹淡风 大节奏将中国的经济前景贬得一文不值 尝试去削弱国人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或者造成中国不行的黑板印象 随时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看所谓的市场预期 参考一下就好了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最有发言权 一切只相信眼见为实 好了今集的HKG报视角到此 下周再和大家见面